新春特别版的线上研讨会 我是特别主持人曾雪梅 我想屏幕前很多细心的家人已经有所发现 我们本期线上研讨会和往期不太一样 从我们的背景的布置到我们服装的衣服的颜色 那都是我们的红色 那红色呢其实是代表特别喜庆的 因为我们知道很快就要过春节了嘛 所以我们呢也是以红色为主调 那也希望就是带给大家一种喜庆的过年的氛围感 同时呢也是一种吉祥的寓意 那我们本期呢和往期的线上研讨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一起去期待 然后一起去揭秘 当然在本期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特要嘉宾 来为我们分享他们与爱多美的故事 那首先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 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崔崔石老师 哈喽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崔崔石老师 来到我们的这个特约的新春版的 我们的线上研讨会 那我想屏幕前呢很多人还不太认识我们的春石老师 那春石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呗 大家好 我是代表温柔收获的崔崔石 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 我呢是曾经是一名很普通的上班族 那有了两个宝贝女儿之后呢 在家做全职的妈妈 嗯也是因为全身心投入到家庭 不知道打扮自己 而且因为我的老公呢 他一个人的收入 只能维持现在的生活 我对我的未来呢开始不安 我就想十年二十年之后 我能给我的孩子带来什么 那我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我拿什么给我的父母安享晚年 那想到这里我要想 我要寻找机会改变现在的生活 嗯对 我们的春石老师刚刚讲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真的你是为了家庭 就是放弃了自己就是这个外表 打扮 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家庭 然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所以说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的家人 跟我们春石老师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家庭其实奉献了很多 所以真的是特别的伟大 嗯是的 我是开始因为带孩子的关系 要找一个时间自由 能够长长久久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嗯 这个时候呢遇到了我的领导人 那我被他的一身职业装的 嗯 他显得格外有气质 嗯 而且他的皮肤特别透亮 充满活力 我被他美丽自信的外表所吸引 跟我的反差太大了 我要变成他那个样子 哦 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春石老师 其实也是外貌协会的哈 那是确实有一句话说的是 你的形象永远要走到能力的前面 所以美好的事物的话 都是为大家去吸引的 春石老师原来是被领导人的外在 所去吸引走进来的 是的 每个女人都喜欢美丽漂亮自信 那被他吸引之后呢 我试用了爱多美的产品 我发现每一款产品都是 非常的体验感非常的棒 嗯 那我就把家里所有的产品 都换成了爱多美 那体验了一段时间产品之后呢 身边的人开始就会问我 你的皮肤透亮了 用的是哪一款产品 嗯 对 所以我就之前没有自信的我呢 慢慢找回了自信 嗯 然后对爱多美呢 越来越有信心了 董事长的一句话 触动了我 她在我们的人生规划中说到 因为我们有深爱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过好日子 她的这句话点燃了我的梦想 我看到成功学院的很多人 都是非常普通的人 嗯 跟我一样 但是她们已经实现了她们的梦想 我找到了希望 因为我遇到了爱多美 我要把美丽健康自信 分享给更多的人 嗯 我要用我的下班生 来经营爱多美 分享爱多美 哇 我们刚刚春时老师分享的过程当中 是因为领导人的外表 美吸引了 然后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 皮肤变化 自己的变化也是特别大 然后呢 也亲自去到韩国 董事长的一句话呢 把您的梦想给激发出来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听到了一个比较有力量的一句话 就是说您要用下半生的时间去经营爱多美 那我想问的就是爱多美公司的哪一点吸引呢 那您就是如此坚定的要去经营爱多美呢 我下决心要做这个事业就是因为我们爱多美董事长 我认为一家企业的灵魂人物呢 他不仅要有智慧 最重要的是还要有格局 还要有这个行业的经验 但是我们朴汉吉先生呢 他不但有行业的经验 而且是非常有大碍 以消费者为中心开展事业 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的领航人 是的 我们的董事长那也是我们所有爱多美人的偶像 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 在家真的好想给我们董事长点赞点赞点赞 真的是 那同时呢我们董事长真的就是 非常的鼓励和帮助到我们所有爱多美的家人 是的 一路的成长和成功的路上 那当然我们的董事长也特别的受到很多的关注 对吧 是的 董事长刊登到了韩国的福布斯杂志 财富韩国 东亚日报 朝鲜日报 等多家知名杂志的首宴 那韩国的SBS电视台 也是对我们董事长进行了专访 董事长真的是特别的伟大 我知道啊 我们董事长是2009年创立的我们的爱多美 到现在呢已经11年了 哦不对 应该说不是11年 现在是21年了 所以呢是12个年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爱多美一直发展非常的迅速 那我们春时老师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数据来跟大家去介绍爱多美的成长的这个历史呢 好的 爱多美呢是在2009年6月在韩国成立 2010年5月进去了美国 2011年呢是在日本加拿大开设分公司 那如今已经遍布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也相许开放了 那未来我们将会遍及全球 嗯对 所以爱多美不是哪个国家的爱多美了 我们董事长从这个09年到现在12个年头的时间那一直迅速的这样去发展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佼佼者 那春时老师您认为爱多美就是它的独特之处是在哪些地方体现的呢 爱多美的独特之处呢就在于它的经营目标 爱多美的经营目标它是超越顾客的感动 实现顾客的成功 爱多美呢将顾客视为目标而不是手段 就像爱多美的经营哲学不是小牛哲学而是小孩哲学 啊小牛哲学我知道就像我们的农夫去喂养我们的小牛 目的就是为了攒它以后几牛奶 然后为了去索取 那小孩哲学是什么呢 爱多美的小孩哲学呢就是妈妈细心照顾孩子 不图任何的回报 是因为真心希望小孩能够健康的成长 但我知道这家企业是为顾客的成功而存在的时候 又一次震撼了我的内心 这就是我们的小孩哲学 所以爱多美越了解你会发现有很多点真的都是在不停的触动我们 是的 爱多美一切都是以为顾客成功为它的目标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春时老师 爱多美为什么就是要让每一个顾客都成功啊 为什么要去帮助顾客成功 是因为爱多美的私讯里有真爱灵魂这四个字 就是不要把人当作机器 而是应该把人当作一个个的愿景 因为我们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 很多人都是遗忘了自己 对是的 忘记了梦想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赚钱的机器而存在的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背后 其实有更深层的需求 可是由于我们金钱智商的社会意识形态 生存的压力 导致我们每一个人走入社会以后 慢慢忘记了自我 我自己到底是谁 你满意于现在的生活吗 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其实很多人到了也没有做回过一天自己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回自己呢 就是其实每一个人能够财务自由的时候 我相信他有选择的权利 你的灵魂真正存活自由 那爱多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 它是要帮助每一个普通人成功的事业 那之所以帮助他们成功 不是指真的在爱多美赚多少金额的钱 而是帮助每一个人重新做回自己 对 这也是吸引很多普通人的一个点 所以才会出现 就是您第一幕在讲的时候 就说我去到韩国看到很多普通的人都能获得成功 是的 它是以顾客的成功放到他的首要经营目标 那我们也知道爱多美的创业理念呢 是三个词 是六个词 就是我们的生存 速度 以及均衡 不知道我们春世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认为爱多美里的生存 指的是一家企业呢 它第一要务就是生存 因为只有企业存在了 像我们经销商 还有企业的员工 才会有生存的土壤 还有我们的速度呢 不是说企业要发展得多快 而是我们的速度 就是我们要适应这个环境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 突然来的疫情 我们爱多美的会议呢 它是从线下开始 快速地走到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快速适应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还有一个爱多美均衡的 均衡指的是爱多美的供应商 我们的经营者 还有企业 它要均衡地去发展 还有一个是我们爱多美所有的这个收入 它是均衡地去分配 不是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去分配 这样的一个收入 嗯 对 陈时老师的理解是非常的透彻的 董事长一直在说均衡人生 均衡人生 我想这个均衡应该从各个方面 再做一些体现 那我们知道就是引领一家企业的发展呢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它的就是它的企业文化 而作为爱多美所有的经销商都知道 爱多美三大独特的企业文化 第一个就是我们原则中心的文化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共同成长的文化 第三个就是我们分享的文化 我想我们屏幕前还有一部分家人 对爱多美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我们春时老师能不能详细地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三大文化呢 其实爱多美的三大文化 也是最触动我的心 而且也是下决心做爱多美事业的第二个理由 因为爱多美非常重视原则中心的文化 那即使有的好的产品 好的经营环境 那企业的管理层或者是崩波在一线的经营者们 不能遵守原则的话 企业的成长它就会开始停滞 所以坚守原则放在了企业的核心战略上 那爱多美希望每一个爱多美结缘的个人和企业 能够在爱多美共同的成长 其实很多的合作厂商与爱多美合作之后呢 因为爱多美业绩的成长也获得了企业自身的成长 那爱多美公司也非常热衷于我们的工艺 每年在大量的在人力物力财力上 足年低障的去奉献这个社会 但是在这里呢 不是为了企业的形象形式化去做工艺 而是爱多美创业之初2009年最艰难的时候开始 工艺事业从来没有尖断过 那爱多美认为呢 企业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那社会中获得的利益 要再次返还给这个社会 爱多美认为这不是一种善举 而是企业的责任 是的 你看就像我们爱多美中国一样的 应该说是2020年 我还想说今年 我们7月份才进入中国市场 也就是说这一年是我们发展的一年 同时呢也是我们刚刚才开始有收益的一年 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践行分享的文化 就是把我们的工艺慈善一直做得特别的好 那我想说我们爱多美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吸引着我们大家 那春世老师您认为它的一些优势 在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现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 不得不面对由此而来的社会就业压力 再加上疫情的延续 其实很多人面临失业 或者是已经失业了 然后人们的购物方式呢 也是从线下走到了线上 那爱多美事业也是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趋势 对的现在真的是疫情的原因 我们真的都是逐步出负在家里面拿这个手机 就感觉全世界都在我们的这个手机里面的感觉 是的爱多美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分享时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通过我们春世老师的分享 我想我们大家对就是爱多美这家公司 有了很深的一些了解 那就是有一些经营者就是我想要接触和这个了解爱多美 那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到呢 爱多美呢 它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成功系统 它是公司直接主导各类研讨会 所以没有能力的人 没有行业经验的普通人 通过学习和培训也可以获得成功 那我们每周六有线上的研讨会 有线下的一日研讨会和成功学院 那可以让您通过成功系统 轻松的经营爱多美 您只需要把伙伴带到我们的成功系统 我们很多优秀的讲师们 会为我们讲解公司产品还有事业模式 爱多美这家公司真的是一家非常有温度的一家公司 它和我们以往经营的真的不一样 以前我们可能只能靠自己 或者说是靠我们自己来去建立系统 但是它真的不一样 它就是我们的成功系统是公司来创建的 我们所有线下的这些会议呢 也是我们公司来承办的 所以如果您要想要获得成功的方法 想要实现梦想的一些方法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研讨会 那么去实现 那同时呢我也呼吁我们 就是屏幕前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一定要每周准时的来收看我们的线上研讨会 而且要多多的去参与到我们的线下的研讨会 说不定下一个成功的就是 你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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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访谈呢 差不多也接近尾声了 跟春思老师的交流 那不知道春思老师就是 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屏幕前的家人们说的呢 我曾经呢是一名很普通的宝忙 通过爱多美呢找到了健康 美丽 自信 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只要有梦想 只要有改变现状的想法 通过爱多美 每一位普通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欢迎大家加入爱多美这个大家庭来 来展现自己的生活 真的 春思老师就是 从最初想要成为的样子 今天终于变成你想成为的样子了 所以说屏幕前的所有的家人们 想要改变自己的 想要成为您想要的心目当中的样子 一定要来爱多美 多关注我们的爱多美 同时最后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春思老师 再次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